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翔 之前才整理過關於 S9 系列的消息 包含整體大概的外型設計 以及各種被流出的規格 包含相機方面將採用 可以調成光圈大小的廣角鏡頭 以及將慢動作錄影提升到 480fps 同時解析度也來到 Full HD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選右上方的資訊卡 那麼最近 S9 系列又有兩個最新的消息 根據國外相當知名的爆料人士 在推特中所發表的文章中 可以發現到 S9 將擁有 4 款顏色 包含無葉黑、錠香紫、太灰以及珊瑚藍 如果跟 S8 系列的 6 種顏色相比 比較不容易是除了橡冰金、辛紗粉之外 S9 系列則以錠香紫來取代薰紫灰 顏色看起來更加偏向紫紅色 而基本上外型設計與上一代差異並不大 同樣採用雙面玻璃結合金屬邊框 在側邊的部分也同樣延續上代的對稱設計 另外從另一張洩漏圖來看 S9 系列在上下邊框的寬度 將會稍微縮窄一點點 不過厚度上則會稍微增加 而最大的差異也就是在背面的部分 與上一代相比原本橫向排列的配置 S9 系列則將指紋辨識移至鏡頭下方 其中 S9 Plus 還具備雙顆主鏡頭 預計採用廣角搭配長焦的方案 可以進行兩段式的光學變焦 以及後製出更加自然的前景深效果 另一個消息則是 S9 系列的下一代 有可能不會稱作 S10 而是效仿 iPhone X 的做法 將帶有時、亦時的 X 字母 作為取代 S 系列的開頭 所以很可能之後會以 Galaxy X 一直延續下去 會這樣做是避免名字太過複雜 讓使用者感到困惑 當然還有一說則是為了跟 iPhone 競爭 不過現在 Galaxy X 也被許多媒體作為 三星折疊式智慧概念手機的稱呼 以上就是關於 S9 系列的最新消息 所以要問大家喜歡 S9 系列的哪一款顏色 以及對於 S 系列將被 X 取代 有什麼樣的看法 趕緊在下方留言吧!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底下按個喜歡並分享 想要持續追蹤的話 別忘了訂閱頻道並按下提醒鈴聲 才能隨時收到通知喔! 另外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按讚!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